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我有一位马来西亚邻居 梅雯 他在家在家煮更多的东西 因此我们在煮很多热闹 和沙尔鱼 享受了马来西亚鸡 梅雯 她能够给我的马来西亚东西 所以都是这位好朋友教您的 是吗 那今天您不许帮忙 我们来看你自己来做 看做得好不好 好不好 马西娜今天要做两道传统的马来西亚美食 干咖喱鸡和椰浆蛋糕 先来看看食材 做蛋糕少不了肯定要有 面粉 鸡蛋和白砂糖 其实这个跟一般的蛋糕有点不一样 就是好像没有看见有奶油 而是用这个来代替了 是吗 对 你得了很多香料 然后没有酱油 还有少许的马鸡 我们再来说说这道菜 好吗 这道菜是用鲑鲑鱼 这三个全部都是这个里面的 这三个全部都是这个里面的 所以它很简单 你买这个套套 然后你可以做到家里的 这个树叶也很特别 它的这个学名叫什么 这是一种我还没有听说过的香料 大家请原谅我 而且这些调料也不难买 进口超市都能找到 配备好的调料有了 要想成为马来西亚大厨还会难吗 我们先跟着麦西娜从蛋糕学起来吧 第一步跟其他蛋糕做法一样 先将400毫升的水 300毫升的椰浆 120克白砂糖和三个鸡蛋 打发拌匀 这个要分批次进去搅 不能一次都倒进去 面粉分两到三次加入 打匀之后放入少许的盐 香草香料和600克的黄油 继续搅拌均匀 有了有了 对对对对 但是我还有一个问题 为什么你放糖在蛋糕上 有的有的 就跟我们吃菠萝一样 放一点盐 那个菠萝吃上去更甜 好 明白了 一点点绿色色素搅拌均匀之后倒入烤盘 只是为了避免蛋糕粘在盘子上 要先在盘子周围和底部均匀涂抹一层油 装好蛋糕液 放入烤箱烤十分钟 现在再要继继继续烤 趁这个时间我们开始烧干咖喱鸡 干咖喱鸡看看做什么样的 来 我们第一步什么 我们首先要做鸡鸡鸡 是我们会搅拌均匀 也是一样的 热锅冷油 好 我先放下鸡鸡 我放下鸡鸡 我将加7-10小匙油 这是普通的烤盐 烤盐油 你看外国人做饭真的是很精细 连放油都用勺子来量 我们中国的大厨就往里放 然后看着量就觉得够了就行了 八勺油放入锅中先炒干咖喱酱 保证酱不沾锅底 如果觉得太干再放油 我发现炒这个酱的这个感觉呢 有点像咱们中国烹调里面的炒蒜末 蒜末的时候油不要太热的时候 就要把蒜末扔进去 然后炒一炒 闻到香味了 加点冷油 接着炒 这样蒜末不会糊掉 也不会干掉 所以你看这个是一样的 所以会炒蒜末就会炒这个干咖喱酱 好 现在已经准备了 我们可以加鸡鸡 你能感觉的味道 你不想烧干 有有有 对的 是的 而且我就是现在没有放椰浆 都已经会闻到有那个椰香的味道 一定要小火慢慢翻炒 可适量再加少许水 让酱跟肉完全融合 味道慢慢渗透到鸡肉里 大概翻炒20分钟 使得鸡肉基本成熟 汁水变干 什么时候要加鸡肉 已经准备了 已经准备了 我们将来加鸡肉 一样蛋糕也出炉了 颜色看上去就轻心疑人 只是要等一到两个小时 完全冷却之后才能吃哦 这个菜做的是否地道 您是最有发言权的啊 您来评价一下这道菜 就特别地地道意思就是 然后这糕呢 椰香味特别地浓厚 吃口来说比较糯一点 然后这我也觉得 上海人会比较喜欢 Masina 感谢您的饭 他们都说好吃啊 非常地道 真的真的 那么如果你和Masina一样 也特别喜欢马来西亚的美食 记得要收看我们的 马来西亚美食厨房 每次节目呢 我们都会教您做一道 地道的马来西亚美食 我们下次再见 亚洲的美食天堂 亚洲之最美食天堂 就在马来西亚 本节目由马来西亚最外贸易商场局 特别呈现 我们下个眼城《反应 gently》 德国人里面 宝亚美食天堂 今回的儿子